但是第一个球投进了以后 他信心就更足了 对 二中二 左右两侧各一个了 哇 这一球 哇 张宁 本来是一个要犯规的三分出手 结果稳稳打进了 这个投篮出手的姿势 已经是完全变形了 这个手感热的时候 就这也能进 直接给到了施维德 转换四打二 小心啊 没能行程 这个四打二竟然没有能够 节奏太慢了 对 打出好机会 看张宁 同位张宁的机会好球 这种机会张宁还是能把握住的 对 这换虽然第一时间没打成 但是还是利用了防守没对好啊 今天三分球五中一 大拆找第一脚 张宁的机会 同样的位置好球 张宁开始能够连续命中了 这边呢 穆迪虽然不算特别大的失位啊 然后张春军 低位 位了一下 这个球被 还能再捡回来 对 打掉了还能拿到 这球张宁在篮下用脚步打了一个 嗯 这是张宁的一个特点呢 他在地位是非常耐心的 而且很能找机会的球员 分场游戏区处夺分10比24两种球对比分打屁了 今天是为了这个篮板球保护在全队上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这球又很危险 又是一个抢断 张宁 独分 点一下 抵角的三分 张宁好球 这球出手以后感觉张宁很自信啊 嗯 张宁借掩护直接干拔好球 厉害 张宁 今天在开场首封不是很顺的情况下 现在张宁得分是不是已经20加了 是 而且今天山西队全队三分最准的还是张宁 8中4啊 对 借掩护之后又是直接持球投呢 16分 对 这是他最近进攻上最好的比赛之一了 球 张宁 张宁突得很快啊 这一段时间扛起了山西队进攻的打棋 十一拉开啊 嗯 下半场张宁这个点在得分上个人的爆发呀 对山西来讲很重要 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还有 对 就是 真准了 现在张宁所具备的这个个人强解能力啊 无敌 这球直接被盖了 还被张宁给摁到了 这球都该引上来就更快一些 哦 给犯规了 养分又效 今天现在变成了张宁大战赵嘉义了 对 今天也是本土球员之间的对位啊 对 张宁今年呢已经数次大战了张晨霖 哎 好球啊 这个前上球战术打得简单高效 嗯 哦 又只差一分了 这防腐很多球就放机 ING WING